大家好,我是章云磊 上个台来,有熟悉我们的,有不熟悉我们的 还是要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说一说,我们叫章云磊 对 德云社的一名乡村演员 那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参加国宫为少年这个节目呢? 因为这个节目跟我很挨着 因为它可以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弘扬中国的传统艺术 很喜欢 那成为国宫照片的感受如何呢? 高兴都是跟中国元素有关的东西 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中国的传统的艺术 您心目中对国宫文化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美,我说了无数词了 然后这程度的经验可以经常被选择吗? 经验啊,就是放平心态 不要想我给刷牙来怎么办啊 我那会儿比赛就是无所谓 你站在这舞台上,我觉得你就今天已经成功了 那您心目中国宫美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样子的? 可以吗? 特别可以 有点不要脸了我 优秀的选手应该是为哪些品质呢? 我觉得第一,你得真的爱这个东西 你就为了上节目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你 你才上这个 然后你往这糊弄事来不行 你得是真爱 比如说你上来之后 你跳个舞或者唱个戏 你得是真爱这些东西 那过于国宫照片 您觉得自己是两个版人那种的? 一半一半 我要是碰到了 我就从我这要是过不去的 那我唱个 那有没有印象试课的选手? 有,刘峰 他那个三弦 而且京剧 因为他拿起三弦来 我认为他的京剧 可能也就简单的学过 他说他在细笑 然后没想到他京剧弹的二六还是不错 挺开心的 第一次合作能 彼此都能放得开 因为聊了一会儿 我们就互相都收了 小居 她比较挺可爱的 这么一个女孩子 多才不利 挺机灵的 霍丹就是总给我一感觉 一股仙气 在身上 我跟你说 我昨天这一天 我都没见到这个人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在哪 你让我怎么说的 我说话他也不搭理我 我也不知道 我都没见到他 我觉得他 他跟别的师傅不一样 有时候他会觉得 我要说他不管我 你信吗 散养 就是我师傅是个什么 每一个徒弟 一个猴一个栓法 每一个徒弟 最大每一个徒弟的 根据他的性格 来培养他 来教他 分人 因为我这种的小时候 适合看着 现在就适合散养 对然后看见 现在的实际 就是你想干 你想干的事 你做什么都行 如果他现在看到了 你哪不对 他告诉你 你现在就是 他没有猴吗 红吗 红 没你没红 有 你还红 有打本场是出演影视剧吗 考虑过 但是我还是先把相声收好了 如果 已经相声是我的本职工作 如果真的有同志们找到来的话 你会提案哪个美景 有像挑战的角色吗 挑战角色 有 不黑 为什么 我就跟我的性格是一个反转 那家里面前的张绪梅和观众面前的张绪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太大了 我在家里头一天 那实际化都超过 特别的 不爱说话 我干这工作这话说的 我回家我还这么着 我歇会不好吗 那不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干什么 跟师傅在书房 我们俩一待就待一天 说了吃饭 家里人就要吃饭了 我们出来吃饭 吃完饭 我们就走 一待就一天 他还这么说 就说他在二楼写剧本 拍京剧 我就在一楼喝茶 听我喜欢听的曲艺 就这样 对 我就说我俩这一辈子挺亏的 太发威了 没有爱好 没有 我的微信里从来不存表情 我微信没有朋友圈 都是用自带的 我微信里从来不存 像朋友圈也不发 你看这没人知道吧 他感谢我吧 很多向上演员 就是把观众逗笑 但是自己内心可能会比较苦闷 你有这样的时刻 你跟哪个向上演员一样 因为有很多级演员吧 他们是级演员 跟向上演员是不一样 我们这个给观众逗笑 我们向上演员在舞台上是一种享受 观众不笑 给我们给大家才是苦闷的 你知道吗 太享受了 观众不笑 折磨 那平时会看粉丝给你的在微博留言吗 评论太多了 看不过来 也真不要脸 会看 但是能刷到的就会看 比如说 刷这么一会儿 能看到哪就是哪 上去的我就看不到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评论 因为他们的评论一份都一样 我说你要吃饭啊 瘦了 就现在都点 注意休息 就是 有啊 我微博观众只要观众一个女生 那你看吧 就肯定说我前两天那个官宣啊 我就别别关注女生 关注女生 他们就开始胡思乱想 你就看到我就没热搜 我就上了 那您的粉丝提问你想问什么 下一次再给我布置女朋友 是什么时候 对您的粉丝您最想说什么话 对他们说一句话 就是这一路来 从我倒完仓回归 一直到我现在 现在八年了 风风雨雨的 我去哪他们也去哪 都跟着我 不离不弃的 谢谢你 永远守不安 终于懂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